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8月19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我是姚雪松 来关注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 深圳特区如今又将迎来 一张新的名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这个新提法大家可能还比较陌生 它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先行示范区究竟怎么干 干成怎样的目标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引发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一起来看一看 意见指出 党和国家做出兴办经济特区 重大战略部署以来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 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 动力 活力 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形成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 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确定了深圳的战略定位 即高质量发展高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 法治城市示范 用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意见提出的深圳发展目标是 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 基深全球城市前列 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 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 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 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 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到本世纪中叶 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 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在暑假孩子要外出家长却没空怎么办呢 机场的无成人陪护的服务派上了大用场 在南宁随着鼠运进入尾声 返程无陪伴儿童的数量明显增多 暑假以来南宁无需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单飞的小朋友 他们的目的地大多在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大城市 最多的一天从南宁机场无人陪伴游寄出港的儿童有上百名 是由我们的服务员带过安检 然后在机上跟机组交接 到达之后就是与阶级人交接 针对鼠运客流情况 南宁机场地服部门专门开设了无人陪伴儿童爱心柜台 开通绿色通道 安排专人负责 让单飞的小乘客从办理乘机手续一直到登机 都能得到全程陪护 比如说接机人的信息 还有他本身身体有什么情况 都会在那个信息单里面要备注上面写明 证件一定要带好 国际航班我们才会用护照来办理 就是国内航班一般都用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记者了解到 这项服务主要针对5至12周岁的孩子 监护人可以提前向对应航空公司提出申请 或直接联系机场地勤服务部 然后至少提前9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手续 70岁以上的老人也可以按照这个流程 享有同样的专项服务 从15号开始 黑龙江省宝清县遭遇了暴雨 引发了洪涝灾害 大量积水涌入地势低洼的农田 部分作物面临绝收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 宝兴县清源镇 去往尖山的江洪江公路 我们看我的左手边是汪洋一片 而且它的水流速度非常急 我的右手边呢 本来是一片的草原 现在已经是被这个洪水所覆盖了 我们从当地的水流部门了解到 这里就是宝兴县整个地域范围内 地势最低洼的地段之一 四面八方来的这种积水呢 汇聚在这儿 我们现在车辆已经被阻断在这儿了 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步行再往前走了 记者了解到 暴雨引发的局部地区洪水 冲毁了宝清县境内的19处稻桥 通过航拍视频我们了解到 仅在宝清县的尖山子乡 这里近三分之一的农田被洪水淹没 一些民房和果树大棚也浸泡在洪水中 洪水对当地的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宝清县 现代农业科学园当中的这个水稻实验田 我们探一下 看这个稻田的水现在有多深 这个船桨大概是一米二 到底了 这个水稻的进水的深度 大概得有七八十厘米 因为现在正是这个水稻的结束灌浆期 我们看啊 被浸泡的水稻有的已经漂浮在这个水面上了 其实这个水稻其实长是已经很好了 它的素耳结得很饱满 你看我使劲一捏 这个米浆就出来了 白色的米浆就出来了 据当地农业部门初步统计 这次洪水共造成黑龙江省保清县 77万亩农田受灾 其中绝产面积超过37万亩 直接经济损失更是超过5亿元人民币 18号开始 黑龙江省保清县迎来多云和阵雨天气 最近两年的市场上流行了一种新型的粮席 它是用棉麻或是合成纤维织成的织物粮席 而上海市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在试验当中发现 很多针对婴幼儿的粮席 居然存在着甲醇含量和PH值超标的问题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 比较试验结果显示 70批次样品中 12批次分别存在纤维含量与明示不符 PH值或甲醇含量超标等问题 而涉及甲醇和PH值指标超标的产品 很多都是所谓的婴幼儿产品 这次我们发现很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出在婴幼儿用品上 那比如说我们这次测试了有一个婴幼儿用品的一个甲醇 它的指标是远高于我们标准的一个要求 检测工程师向记者展示 这款标称为被铜牌的婴幼儿植物粮席就被检出了甲醇超标 经过我们的计算之后甲醇的含量是25毫克每千克 国标要求婴幼儿甲醇含量不能大于20毫克每千克 对婴幼儿产品来说这个数值超的算是有点多了 而对于P制值 国家强制标准也要求婴幼儿粮席的P制值标准 应该在4.0到7.5之间 而这款标称为被猪儿品牌的植物粮席 在网页上宣称是夏季新生儿宝宝婴儿床席字 但经过检测 P制值含量达到了9.0远超标准限定范围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比较试验中 P制值超标的共有4批次植物粮席 其中有3批次多标称为婴幼儿粮席产品 包括了标称为南昌梁梁梁实业有限公司的 梁梁牌婴幼儿粮席 江西七彩博士实业有限公司的 七彩博士牌粮席 南通本陌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 被猪儿牌粮席 除了部分指数超标影响用户的身体健康之外 检查人员还发现一些植物粮席的材质 存在着虚标和错标成分的情况 上海市消保委的工作人员采样时发现 这款标称为洗亲宝牌的亚麻婴儿粮席 标签上标称的主料是100%亚麻 售价不到80块钱 但经过检测这款产品并没有一丝亚麻的成分 实际成分只有锯脂纤维 精仑 棉 以及其他纤维 对全亚麻的形态就是右边这种图 它是有一种竹节的这种的形态 左边其实没有任何麻的形态 最终试验结果显示 共有8款粮席纤维成分 及含量实测值与标称不符 包括了标称为天津英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 洗亲宝牌亚麻粮席 泰安原存商贸有限公司的 洗运家访牌亚麻粮席等产品 另外 记者在上海市消保委购买的样品中发现 部分样品的网页宣传和标签中 都有冰丝席的字样 有的材质甚至被标注成了冰丝 记者在市场调查时也发现 很多经销商都把织物粮席叫做冰丝粮席 宣称冰丝材质是天然植物提取的成分 这不是竹子的 这是冰丝的 冰丝的啊 这种冰丝质量很好的 什么叫冰丝啊 冰丝就是也是全天来植物的 就跟床带一样的 不像竹子那样冰凉冰凉的感觉 就是这样 溫凉的 它是什么材料 植物提炼的 什么植物 草 而事实上 所谓的冰丝 大都是人工合成的聚脂纤维 检测工程师告诉记者 在国家标准里是没有冰丝这个名称的 市场上很多的产品 它都会冠以这个冰丝的这个概念 冰丝这个名称 从我们目前国家标准 或相关的一些规范来说 是不存在这个名称的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日前曝光了一份英国政府的文件 该文件预期 如果英国无法与欧盟达成新的脱欧协议的话 无协议脱欧 也就是硬脱欧 将会给英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据报道 英国内阁办公厅本月发起行动 编撰相关文件 对英国无协议脱欧所做准备 做全面评估 推测英国无协议脱欧后 最可能出现的状况 文件指出 如果无协议脱欧 英国将面临燃料 食品和药物短缺 主要交通口岸将出现拥堵 文件显示 使用主要口岸的货车中 85%可能没有准备好 接受法国海关检查 这意味着许多口岸的混乱状况 可能持续三个月 英国政府认为 北爱尔兰地区和爱尔兰之间 今后可能需要设置硬边界 即重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 现有避免全面检查的计划 届时将没有办法继续 英国计划完成脱欧的期限是10月31号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多次强调 英国将努力与欧盟达成一份新的脱欧协议 同时强调英国必须在期限内完成脱欧 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无协议脱欧 路透社以多名反对无协议脱欧人士为消息员 报道称 无协议脱欧将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经由金融市场传递冲击 进而撼动英国的金融中心地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财经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 天津市发改委和天津市教委 既致联合发出通知 明确民办幼儿园除收取保育教育费 住宿费代办服务性收费之外 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其他的任何费用 同志还明确表示 幼儿园应当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 通过发布招商简章和设立公示篮 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呼吁